延至8月1日才實施的垃圾徵費 現在仍然不斷租到市民咆哮 不過政策至少帶來一個好處 就是觸動了不少人對垃圾處理的神經 有觀眾忍無可忍 要向我們投訴大割了一條後巷 幾十年以來, 天天有人扔垃圾 怕徵費之後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撿了這麼多垃圾出來 一樓, 兩樓, 三樓, 四樓 糟了, 這裡全都是垃圾 哪有人理會, 也沒有人理會 真可憐 垃圾街位於大角咀的利德街 見得光的地方當然乾淨歸理 不過一轉入後巷就變成黑暗混淆 你想像不到的各種垃圾全部浮現 附近有一間多年歷史的木廠 見證垃圾綱如何煉成 這些人都突然扔進來, 裝修東西 你看, 這些狗屎, 放狗 來這裡放狗, 養狗, 養成這樣 你看這些人, 丟掉了這些垃圾 這些都不知道, 這些是裝修的東西 那時候政府來撿過一次 但是還是被人丟掉了 這個就是上次通渠 他們弄完, 晚上弄完它就不要丟掉 第二天我才發覺, 這裡有這麼多東西 這些東西, 他們帶個棚出來 是住人的 這個是鐵譜, 都是有人做事的 自從收購了, 沒有人理會了 這些垃圾就各式各樣 應該是這裡海角樓的, 應該是他們的 我們也找不到人, 我找誰呢 為什麼一直沒有人理清 是私人行 木廠後面有一個天井位 更加成為垃圾的箭靶 樓上就是一座舊堂樓 懷疑有住客攤方便 你一代, 我一代 大家拿這個天井做靶 看看誰更紅心 糟糕了, 垃圾全部都在後巷扔下來 撿到很多垃圾, 真是的 這棚全都… 全部都倒掉, 真是可憐 這個是天井位 這個人就在上面扔垃圾了 那時候扔了一袋, 幾袋都滿了 這個門都推不開 起碼有多少框, 五、六框, 六、七框左右 我都吐了, 這些污水滴到你沉沉沉沉沉沉 有時候不超身, 喝到你… 滴到你口裡, 真是吐了 就立刻回去洗澡 這個苦真的沒人知道 現在我做得乾淨, 希望… 希望不要再丟垃圾 希望樓上的人不要再丟垃圾 懸有頭, 垃圾都有煮 日月去到攝氏大廈找兇手 不過大廈就沒人看管 但是就有告示 勸於住戶不要胡亂拋垃圾到天井 最果是沒有功德心, 是不是? 所以就把垃圾丟在這裡 你到底垃圾收費怎樣? 我還不死? 我也很害怕, 政府垃圾收費 真的很害怕, 我天天都在擔心 無道理和我們錯誤 我們往下的找人家 找你吃錢 說你們再吃飯 謝謝客 謝謝你 謝謝你